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这个北市金华城的农吉利弊案呢 遭检联呢 是带回三天三月之后 就在今天凌晨呢 由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呢 是裁定柯文哲这个犯罪嫌疑并不重大 因此呢 是无包请回并且当庭释放的 而记者现在人所在位置呢 就在这个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位在新北市系纸的住家外头 就是因为柯文哲呢 在今天凌晨无包请回之后呢 他人并没有回到这个柯文哲 在台北大岸区的住处 而是由这个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呢 去接送 并且呢 是带回到黄珊珊在新北系纸的住处 而记者呢 现在在这边掌握到的最近行情 就是大概在稍早呢 大约七点半前后呢 这个疑似黄珊珊的车子呢 是从住处呢 给开了出来 那黄珊珊呢 非常有可能就是要前往立法院来上班 只是车子里头呢 是不是有柯文哲 透过肉眼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 而回顾这整起事件呢 柯文哲呢 其实这几天呢 面对检联系统呢 是大动作的调查 三天三夜的一个调查 从礼拜五 也就是上周五 八月三十号的时候 一大早 柯文哲呢 在台北大岸区的住处 先被检联系统给搜索之后呢 中午 柯文哲人就被带回到这个廉政署 来进行询问 而且这个询问呢 就是一整天 一直持续到晚上 甚至呢 到八月三十一号 上周六的凌晨时刻呢 柯文哲人才被移送到这个北柬 来进行复训 只不过柯文哲呢 是主张呢 不要夜间询问 因此呢 在八月三十一号 礼拜六之天呢 这个整天呢 依旧呢 是有包含了这个提审庭的一个公罚 以及呢 相关的一个 包含了这个检方征讯的一个公罚 那一直到这个昨天呢 九月一号呢 这个柯文哲呢 才真正到晚间呢 记录到了积压庭的一个公罚 而最后经过三小时的积压庭呢 最后检方呢 是这个 由这个地方法院 是认定说这个柯文哲呢 这个目前掌握到的证据呢 柯文哲并没有这个 明知道这个都委会有意图 来突立金华城的相关市政 因此呢 是认定柯文哲的犯罪嫌疑并不重大 是当庭释放无保请回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柯文哲现在人 到底是不是还在黄沙山的住处呢 或是有没有出门呢 其实呢 现在呢 也不得而知 那整体事件呢 其实金华城案 目前呢 柯文哲被无保请回之后呢 是只有积压 只有收压了这个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 这个彭振山的这个状态 那柯文哲呢 其实在稍早呢 大约清晨的时候 大约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呢 也透过脸书来发文了 是强调说呢 其实这整起案件呢 他都不清楚 这个关于金华城呢 楼积率的一个奖励呢 达到840% 他整个人是都不清楚的 因为他一切呢 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呢 都是交由这个都委会的专业判断 来进行这个审理的一个状态 因此他人呢 他也强调了 作为一个市长 他不应该去干涉 任何一个单一案件 因此他其实都是不清楚的 他也强调自己是清白的 而其实呢 刚才提到了 经过这整个三天三夜 超过大约有这个 70小时的一个 征讯跟调查呢 柯文哲在今天凌晨 三点多的时候呢 是布出了台北订院 那现场呢 还是有非常多 民众党的一个支持者 以及呢 包含了民众党立委 黄国昌 还有张其凯等人呢 也都是持续在订院外头 来声援柯文哲 那柯文哲呢 其实在凌晨的时候 也发表了谈话 那除了感谢这个 支持者的一个信任之外呢 也再次强调了 其实这两天呢 这几天呢 他都是接受到 检方呢 非常这个压迫 甚至是灵愿的 一个对待方式 那柯文哲呢 也感谢这个法官呢 是扛起了一些责任 是面对这个检方的压力呢 是不畏惧的 那柯文哲呢 除了强调自己的清白之外呢 也再次的感谢支持者 而其实呢 这整起事件呢 也受到现在呢 其实呢 北简呢 也预计呢 因为这个柯文哲 无保寝回的状态 因此北简也宣告呢 将会提出抗告 所以预计呢 在这个检变的一个攻防战呢 会持续地打 至于在政治层面上面呢 这个民众党呢 在1月今天呢 刚好就是这个 立法院的新会期的报告日了 因此呢 在立法院的新会期 蓝白会不会继续地来合作 柯文哲的这个 金华城的案件呢 会不会影响到蓝白河 令院的蓝白河的一个状态呢 也是未来要持续观察的